登陸時間6月2日 英國為伊麗莎白二世舉辦了慶祝登基70週年的慶典活動 作為目前全世界在世最年長的郡主 也是英國在位時間最長的郡主 這對英國女王來說是值得慶賀的時刻 但是在自己這樣的一個高光時刻 她卻在一旁偷偷地抹眼淚 伊麗莎白二世26歲那年 喬治六世去世 伊麗莎白接過父親的位置成為英國郡主 她以為自己的父親可以陪著她走得更遠 沒想到在出國訪問期間 父親卻撒手人寰了 甚至她都沒能見上父親的最後一面 父親的死讓她深感意外和痛苦 以至於她將伯父愛德華八世列為最痛恨的人 隨著年齡的增長 陪伴在她身邊的至親也一個個離開了人世 自然她對於死亡早就有了淡然的看法 但是菲利普親王的離開還是給予了她沉重的打擊 如果將2020和2022年的女王作對比 就會發現如今的女王早已經不是從前的女王了 無論是精神上還是身體上 人們看到了正在加速老化的女王 在白金洗年閱兵活動上 陪伴在女王身邊的只有她的堂弟 肯特公爵 在這一刻 感慨頗多的女王在弟弟的旁邊偷偷地磨起了眼淚 儘管是自己最為高光的時刻 但是這一刻也早已經物是人非了 當年這個閱兵陽台人滿為患 如今受到疫情影響以及各類醜聞的影響 能夠陪伴在女王身邊的人已經是屈指可數了 對於這位已經96歲高齡的老人來說 實屬不易 好在她的身邊還有活潑可愛的萌娃能讓她轉杯為喜 當威列一家出現在陽台時 她們按照大小 高低順序站在陽台上 天真無邪 活蹦亂跳的路易成為了曾祖母的開心果 在觀看空中梯隊飛過白金漢宮時 路易王子開始與曾祖母頻繁互動的時間 在這一家子中 最小的路易王子成為最活躍的成員 相對已經見怪不怪的喬治王子和夏洛特公主來說 年齡尚小的路易王子更加興奮 甚至無法抑制自己的激動情緒 在觀看飛機的過程中 她不斷地和女王進行對話 那麼她到底在說些什麼呢? 根據英國《禁報》《純语專家》的解讀 在這個過程中 路易王子一直在詢問有關飛機的問題 一開始路易王子非常高興地詢問曾祖母 洪健要來了嗎? 對於曾孫的這個問題 女王立馬回答道 我希望如此 等洪健梯隊到來時 路易王子喜出望外地說道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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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曾孫興奮的反應被感染的女王也是回應道 是這樣的 值得注意的是 回覆的這一刻 女王露出了久違的笑容 一掃心頭的陰霾 對於女王來說 路易王子活潑的表現 也極大的影響了曾祖母的情緒 在路易王子的帶動之下 女王的情緒也有了明朗的轉換 肢體語言專家朱迪詹姆斯認為 女王在這一刻 臉上露出了前所未有的輕鬆 葉麗莎白二世也如同一個孩童一般的開心 96歲的英女王登基70週年慶期間 可忙壞了劍喬家的三個孩子 喬治王子 夏洛特公主和洛伊王子 即在皇家閱兵室大方一彩之後 當地時間6月4日 劍喬家的兩個大一點兒的孩子 又陪同父親劍喬公爵 威廉王子和母親凱瑟琳 劍喬公爵夫人一起去了威爾市的加德福 為了感謝和慰慰那些為女王登基70週年慶典默默付出的人們 查爾茲王子和康沃爾公爵夫人卡米拉 劍喬一家四口 阿尼公主夫婦以及愛德華王子與索菲 威塞克斯 伯爵夫婦在這一天分別被派往了四個地方 當天 在加德福的一座古堡裡 將會舉辦一場大型的主題音樂會來慶祝女王的勃金喜年 劍喬一家四口去到當地 接見了音樂會的表演者 並且慰慰了當地社區熱情的人們 很顯然 喬治王子和夏洛特公主的突然亮相 讓粉絲和網友驚喜不已 兩個小朋友全程都表現得可圈可點 這是8歲的喬治王子和7歲的夏洛特公主第一次訪問威爾市 威爾市對於喬治也有著不一樣的意義 未來的某一天 威廉王子繼承王位之後 喬治王子將會被封為威爾市親王 英國王储的同一子 一開始兩個小朋友看上去還略有些拘謹 不過在威廉王子和凱特 米德爾頓 溫和 耐心的引導之下 胖喬和小夏很快就切換到了營業模式 夏洛特公主再次不出意外的搶劲 在觀看某個樂團彩排時 樂團指揮提議讓兩小只試一試 小公主先是搖了搖頭 然後在爸爸的鼓勵之下拿起了指揮棒 這個剛剛7歲的小朋友就像是一條小變色龍一樣 遇到什麼樣的情況都能夠很好地憨理一切 拿著手裡的臨時指揮棒 胡亂地在空中打著拍子 自己玩嗨了 也給周圍的人帶去了無數的歡聲笑語 愛美的小姑娘嗨到興奮處 甚至都忘了要藏住自己的小貨牙 淚如花的笑顏真是極具感染力 融化了無數粉絲的心 接著 一家四口又來到了一間設備混音室 喬著王子突然就變得興奮起來 他試著滑動著操作台上的混音按鈕來調整聲音的大小 並且戴上耳機檢查自己的調音效果 真是的胖喬對著面前的聲音設備操作台 非常感興趣 然而 當他正挪動著小手指在上面滑動時 霸氣側露的夏洛特很自然地把哥哥的手拿到一邊 然後換上自己的小手在上面撥弄 對此 喬治很溫和地笑了笑 彷彿妹妹的這個舉動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這大概就是兄妹倆的相處日常了 小夏在對著哥哥時 總是很霸氣 胖喬對這個妹妹也是無限的寵愛 被妹妹拿開手的喬治轉移注意力 問著關於混音的各種問題 據現場的混音師事後透露 他比我在這個年紀時要專業的很多 據凱特透露 梁小芝已經開始學習樂器了 喬治正在學奠吉他 夏洛特也在學習鋼琴 梁小芝擺弄了一會兒之後 威廉王子對調音室的工作人員開玩笑地說 在他們弄壞任何東西之前 我們得趕緊走了 緊張繁忙的一小段慰問之後 一家四口呈直升機 匆匆地趕回了倫敦 等天晚上 他們還要參加在白金漢宮廣場前舉行的女王薄金喜年特別派對 回到肯親對宮的家裡 稍時休息之後 一家四口再度光鮮亮麗地出現在 特別派對的皇家包廂裡 仰眼又溫馨 當晚大部分時間裡 夏洛特和喬治看上去都精神飽滿 對諸遭發生的一切都充滿了無限的興趣 他們和現場觀眾一起揮動著手中的小棋子 當熟悉的音樂聲響起時 兩個興奮的小傢伙還會跟著哼唱 甚至是擺動著小肩膀 雨翩翩起舞 凱特給女兒講著笑話 夏洛特貼心地為媽媽整瓶蓋在腿上的駁台 節目高潮時 威廉和喬治父子倆步調一致地揮動著手中的棋子 大聲唱著Sweet Carolear 一切都是那麼的溫馨 美好 然而在BBC直播節目的過程中 鏡頭也拍到了幾幅小朋友營業6號的畫面 演出開始前 小夏有些無聊地擺弄著手中的小棋子 喬治好奇地向上張望 劍喬三小隻只有嚴格的作息時間要遵循 通常三個小朋友晚上7點必須要上床準備睡覺了 當晚 派對時間很顯然已經過了小夏和胖喬的bye time 因此鏡頭也拍到夏洛特打哈欠的鏡頭 BBC這一行為讓那些坐在電視機旁邊 觀看直播的很多觀眾非常憤怒 他們紛紛衝到社交媒體的評論區 譴責BBC的做法 兒童作家Helena Pellicher 表示 請不要為了專門捕捉喬治王子和夏洛特公主無聊和煩躁的表情 而搖拍他們 讓他們休息一下吧 畢竟他們度過了漫長的一天 還有網友表示 你們想說喬治王子和夏洛特公主無聊了 但是你們忘記了 幾個小時前 他們還在加德福陪著爸爸媽媽工作呢 這個真是特別忙碌的一天 我在他們那麼大的時候 肯定早就坐不住了 在旁邊加油